来到祈祷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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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 祈祷祷 祈祷祷祷 祈祷祷祷 祈祷祷not 我们想象的 应该会很大改变的 原来不是的 今天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 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又没有改变 复活的耶稣 我们不是说信教 我们相信一个已经是复活的主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分别呢 有没有分别呢 如果没有分别的时候 就可能就好像比德 跟着他那六个一样 只是回去打鱼 即使见到耶稣已经复活 原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仍然回去打鱼 然而耶稣是怎么样呢 耶稣来到在他们当中 来做奇妙的工作 所以里面继续来说 就来天亮的时候 耶稣就站在岸上 因为他们在打鱼 但是门徒就不知道 那是耶稣 耶稣就来问他们了 小子就是叫他们 你们有没有吃的 其实就不是问这个 原文里面是说 你们有没有打到鱼 之后呢 就是那种回答和做的事 才是合理的 他们就说没有 我捉不到 打了整晚鱼也捉不到 耶稣就说 那你把你的网放在右边 在右边那里杀他的时候 就来到拿到的了 于是他们就拿到一网 网的时候 很多的鱼 然后耶稣所爱的门徒 就是约翰 他经常都说自己是耶稣所爱的 然后就跟比特说 是耶稣 是我们的主 那比特第一时间做些什么呢 打鱼的时候呢 就没有穿那件的上衣 都不够时间去穿衣了 就是你想想他那个反应多快 第一时间拿着衣服 一绑了跳下水 就游上岸了 其他人呢 因为有雨 慢慢收起网先 继续要拿那些 离岸大约有300尺左右 然后呢 就慢慢慢慢的 拉回上岸里面 当他们上了岸之后呢 就看到在那里呢 耶稣原来已经是跟他做好些事 做了一些早餐在那里 有鱼有饼在那里面 然后耶稣又跟他们说 可不可以刚才你打那些鱼 拿几条来呢 第一个反应是谁呢 又是比特 比特是最快反应的 第一时间冲到去 因为他游了上岸 已经在那一阵了 第一时间就冲到那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有时间去数那些鱼 那我们不研究究究竟有多少条 究竟是什么意思 总之鱼很多 但是网没有烂 你就知道那些鱼是多重 多大条 但是没有烂到网 这个形容是很丰收 然后呢 耶稣就说 吃早餐了 比较丰富 吃早饭 因为中国人翻译 所以吃早饭 但是门徒里面 没有一个人敢问耶稣 究竟你是谁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耶稣 而耶稣就拿了饼 拿了鱼 就分给他们 这个呢 正如刚刚说 耶稣復活之后 这是第三次见他们 但是呢 是第四次来见比特 然后呢 所以我相信呢 比特应该是坐在耶稣 旁边的 黏住 不肯移动的了 坐在这里的时候呢 耶稣就来问比特 就是 问了三次 你爱我妈 那就是 很多人都很熟 这一段的经文 但是今天呢 用一个比对的方式 再看这一段的经文 耶稣问这三次 很多人呢 整天会来说 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比特三次不认耶稣 所以耶稣就问他三次 那我就觉得呢 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 香港人比较俗一点 就是 好像想赠一下他那样 你三次不认我 我问你三次 那不是太好 是不是 就是 耶稣是很正面 是要来建立的 所以呢 就不应该用一个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他 所以他问他三次 这三次都很有意思的 因为当我们用比对的方式去看的时候 这三次的问法 是一样 但是答法是完全不同的 比特的答法和耶稣的答法呢 都有分别的 所以呢 用比对来看的时候呢 每一个的答法 每一个的来回里面呢 是有很深层的意思呢 是很不同的 那我就想跟大家来看看 究竟在里面 那个的对答 带出了些什么呢 当他们吃完的时候 耶稣就来问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 比特就来说 主要你知道我爱你 那然后耶稣就说 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当我们来看这一个的时候呢 我们要明白就是 我们经常都来说就是 爱是很重要的 那原来呢 在希列文里面呢 爱这个字呢 我们最常见的呢 大约 很多人说有三个 其实是有四个 甚至是有五六个 希列文里面 对于爱这个字呢 是有不同的形容 就是那个写法的 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主要是用了头那两个 就分别是 犧牲的爱 和朋友之间的爱 耶稣 头两次问 比特的时候 是用犧牲的爱 来问他 但是当耶稣第三次问的时候呢 他就转了 用朋友的爱 来问他 而比特呢 三次的回答呢 都是用朋友的爱 来问 那你可能呢 在里面呢 那有什么分别呢 我举一个现实的里面 你就很容易明白 一男一女 你爱我吗 我很喜欢你 你爱我吗 我很喜欢你 你很喜欢我啊 是啊 我很喜欢你 你明白那意思吗 这样的问法的时候呢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 你爱我吗 我很喜欢你啊 是不是那个层次的东西 完全不是那个层次的东西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耶稣第一次问 和你爱那两次呢 有点分别 他来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哦 原来在原文里面呢 但凡是用这些呢 就是说前面的东西 所以在耶稣去问 第一个的时候呢 他不是在问你爱不爱我 他是问你爱我 有没有比这些更深 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优先次序 比这些更加多 比什么更加多呢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前面呢 我们只是看到有几样东西而已 包括那些的鱼 那些的鱼 那些的鱼 我们可以来想象 那些是什么 他吃的东西 他生活的需要 另外在前面提及一些什么 那些船 那些网 没有难度 他来说这些 那这个代表 他们回来重操故业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事业 然后在他们在场 还有什么 有门徒 门徒里面对比特来说 有他的亲戚 有他的朋友 有他的同事 或者是他的同族的人 对我们来说 这些可能是亲友 耶稣来问的时候 就是来问 你爱我 有没有比这些更多呢 今天我们就去问我们自己了 究竟我们有没有 在我将耶稣摆在这些东西之前 耶稣来问 我们是否愿意为他 来牺牲这些东西 我知道很多的人 可能在那个想象里面 就会来到去 想 想些什么呢 就是我要牺牲 那其实很难来到去想象 究竟这些牺牲是什么的 那我就用另一个方法 大家来到去想象就很容易了 因为这个呢 在讲优先次序 那你来到先想一件事 你为生活究竟有多忙碌 你付出多少东西呢 你为你的工作 为你的事业 你付出了有多少东西呢 你一定有牺牲又付出很多东西的 有很多人为了他的工作 牺牲他的家 我为家 但他却是牺牲了家 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 就放了去他的工作里面 家人他就没有人理了 是一种的牺牲 虽然这种牺牲是出于爱的牺牲 但是是一种牺牲的 然后有很多人为了家人 为了朋友 他付出很多的 这些都是牺牲的 今天我们就来到去问一件事 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为你的生活 为你的工作 为你的事业 为你的家人 你付出了有多少 如果耶稣来到去问 你爱我 能不能够给这些更加多呢 那我们就来到去问自己 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做牺牲这些东西 来到爱耶稣 但你却知道自己为这些东西 有多少的牺牲 耶稣就来到去问 你能不能够爱我 又或者你的付出 至少应该要比这些东西更加多 更深更加多 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们来到去默想 耶稣来到去问你的时候 究竟你会怎么回答呢 耶稣现在坐在你旁边 好像比得一样 耶稣坐在你旁边 你会怎么回答耶稣呢 有什么时候 我说明是在我的心里 也在买有点 但你带来什么时候 的人在乱用 有点心 请你带来 他们应该怎么回答 詞曲 李宗盛 耶稣就说你要喂养我羊 然后耶稣又问第二次 这次耶稣不是用一个比较 你是不是爱我比这些更加多 耶稣只是很单纯的来问 你喜欢我吗 你可不可以真的爱我 你可不可以真的爱我 用一个牺牲的爱 很多人就来说 彼得只是来回答 我与朋友的爱来就爱你 我喜欢你 可能你会觉得层次很低 其实一点都不低 一点都不低 以朋友的爱来对爱耶稣 一点都不低 是不容易一件事 在彼得和耶稣的相处里面 彼得是怎样来对耶稣 他是第一时间就有即时的反应 并且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他就放下了他的职业 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 他就放下来跟随耶稣 一直一直来跟着耶稣 什么都是第一时间的反应 他唯一的就是 当面对死亡的挑战的时候 就成为他那个恐惧 在那个时候 他来否认耶稣 但是在他跟随耶稣的日子里面 他真的牺牲很多事情 但是他知道他自己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耶稣就再来问 你可不可以真的来为我牺牲呢 可不可以真的来为我牺牲呢 这种牺牲是不容易的 而彼得的答法仍然是说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我只是用朋友的爱来爱你 但是耶稣要他来想 你可不可以比朋友多一点 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 有什么给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的事 给其他事更加重要呢 我相信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心力 你爱耶稣有多少呢 你爱耶稣有多少呢 究竟去到哪一个的程度呢 所以我们不是用任何的东西 来比较 耶稣只是来问 究竟你爱我 去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 今天耶稣问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来回答呢 我给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你究竟爱耶稣 去到哪一个程度呢 我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 比特的答法仍然来说 我只能够用朋友的爱来爱你 但耶稣没有放弃 耶稣不是说问了两次 原来你不单止对我来说 不能够爱多过那些东西 你并且不能够来 简单的只是为我来牺牲 来爱我 都不要比较 但耶稣没有放弃 耶稣来问第三次 但耶稣问的第三次 整个形容很有趣 耶稣问第三次的时候 他是用朋友的爱来问他 比特你喜欢我吗 然后比特就说 圣经的形容是什么呢 比特是因为耶稣第三次来问他 你是否爱他就来丢仇 然后比特的回答就是 耶稣你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耶稣继续又说那一句 你喂养我的羊 很多人来看这一段的时候 就来说 耶稣因为问他三次 所以他很不开心 就是你不信我 就是对比特来说的 你不信我你什么都知道 你都还要问那么多次 不过我又觉得如果这样 好像他们之间的对话里面 比特好像对耶稣很失望 你都无所不知 你都还要问我三次 很不开心 还是觉得我到现在都是怎么样呢 那究竟是怎么样呢 那我就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就觉得这段说话 可能不是这样的演绎 这段说话 或者可以这样来说的 耶稣就来跟比特说 他说你真的只是能够 用朋友的方式来爱我吗 不能够好像牺牲那种的爱 来到他爱我吗 比特去面对他自己的时候 他心里面很难过 他来到他说 耶稣你知道将来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敢 所以我不敢 你知道我愿弱 对不起 我只能够用朋友的爱 来到他爱你 耶稣说你真的只能够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 是的 我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你可能会说 为什么会看出一样这样的东西呢 因为当我们跟着去看耶稣的回应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留意了 不是用比对了 是用对比了 这段经文 接着来说 耶稣就说 我实际上就告诉你 就是开始讲他的将来 你年少的时候 你是自己 来促上这个带 随意的来往来 但是当你老的时候 你就要伸出手 是其他人 来帮你去促上去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所以是年少和年老的时候 年少你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但是到年纪大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然后圣经继续来说 耶稣指着他将来怎样死 来对他荣耀神 很多人就来说 这个纯粹是讲一个将来的预言 但我不是这么看 耶稣来问他什么 你愿意为我牺牲吗 你愿意为我牺牲吗 彼得说我不行 我做不到 耶稣来说什么 你来跟从我 你将来你做到 你今天 你年轻的时候 你做不到 你按你自己的方式 过你的生活 按你的方式来服侍我 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 你学到了 你不再是用自己的方式 是其他人来带着 到年老的时候 你会为我牺牲 所以你不要觉得 你现在做不到 你就自己去重操故业 不好啊 你今天虽然做不到 但是你仍然要来跟从我 耶稣来去勉励他 来去鼓励他 不要看轻你今天对我 自己是朋友的爱 你将来你做到 成长成熟需要时间 但是你需要行动 好像第一次呼召你一样 来跟从我 所以耶稣问三次 不是要刺激他 而是要来帮助他 看清楚他自己是怎么样 其实门徒一直以来 是非常忠心的 来跟随耶稣 但是他们是按自己的心意的 星期五的时候 张牧师已经提醒我们 门徒是怎样跟法的 他们跟耶稣 是想着耶稣尼赛 这个基督是要来帮他们复国 所以当耶稣得国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来到 去坐在高位里面 所以当耶稣来到去死了 就算即使他复活也好 但是他们觉得 已经复国无望了 因为其他人已经不再信 群众已经不理他们了 复国无望 所以他们回去重操故业 是按自己的方式 来到去跟从主 按自己的理想 来到去跟从 实际上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是服侍主 我们是很忠心的 付出很多 牺牲很多 很可惜 我们是按自己的心意 来到去跟从 我们是按自己的方式 来到去做 今天我们 讲敬拜 我们有多少人敬拜 是真的按神的心意呢 我问一个问题 特别是网上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你还在家里呢 为什么你还在家里呢 不过我要先指声明 不是回教会的就熟灵一点 牺牲大一点 不是在家里的呢 就没有那么大牺牲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所以我问的意思是 为什么 不是一个刺激的方式 而是我们要问自己 今天我们每个人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选择 我只是很单纯地问而已 而不是说 为什么你还留在家里 应该回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当我们选择留在家里的时候 昔日 我们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来教会 今天我们多了一个选择 可以在网上 撇除了疫情 为什么我们还留在家里呢 为什么我们还留在家里呢 我们只是来问 那个原因 为什么 同样地回来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会回来呢 我们要问我们 为什么回来 究竟我们是按神的心意 来回应神 还是我们只是按着自己 来去做呢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跟彼得 他们当时很不同 他们当时真的要见到耶稣 才知道是怎么样 所以彼得一见到耶稣 就即时有反应 他很想有反应 但他见不到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办 但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都有圣灵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跟彼得当代 是已经有分别 我们能够很实在 很贴身的 来到去跟从到主 问题 我们跟神的关系 去到哪里 圣灵跟我们的说话 我们听不听到呢 听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重操故业 只是做我们自己想做 即使我们很忠心的 我们只是按人的方法 来到跟随我们的主 但是当我们来到听到圣灵的声音 能够跟神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与神来到同行 因为祂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认不到祂 门徒见到却认不到 直接突然间醒觉 昔日的经历 放在右边 记得回以前的经历 就记得回认得到耶稣了 我们有没有认到神 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做的工作 认不认得到呢 认不认得到 认不到就跟不到了 但是我们见到神的工作 我们就有办法 来到与神同行 我们就能够来到去做到的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用什么的方式 来到跟随神呢 这个是我们要来到默想思考的 今天在我们的中间 或者在网上 有很多个朋友 你来到去听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很想来到去找这个神 祂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 祂是一个复活的主 祂是无所不知 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追求的是要发达 要安稳 然而信耶稣不一定得到这些东西 这个不是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幻幻当中来到有平安 缺乏里面有喜乐 迷惘当中有盼望 孤单当中有陪伴 我们怎么知道 你身边有很多信了的基督徒 他的生活他的生命 让我们来到见到这些东西 你愿意来接受这个主吗 我给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耶稣来到去鼓励我们 即使今天你未得 但是你仍然要跟从我 因为将来你可以 所以你会怎么来到回应呢 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来说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但当我用这个比对的时候 我发觉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忽略的 先说回刚才 如果是未信的朋友 你刚刚说你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时候 你可以联络教会 又或者联络你认识的基督徒 你只是简单问他 我想信耶稣请你帮助我 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请你主动的行动 因为耶稣的邀请是 你要来跟从我 你需要来到行动回应 好了耶稣来到面对比特 这么真实的回应 就是三次问他都只是说 我只能够喜欢你 以朋友的爱来到爱你 耶稣怎么来对他 做一个反应呢 耶稣的反应是这样的 他三次最后都来说 你喂养我的羊 牧养我的羊 喂养我的羊 如果很多人只是停留在那三次 就是你爱我我 我爱你 去研究那个爱的时候 我们忽略了耶稣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无论你对我的爱是怎么样 无论你的阶段是怎么样 你要做的是同一样东西 那样是什么 喂养我的羊 无论是大羊小羊群羊 无论是牧养还是喂养 是多是少 耶稣要我们的反应是 你见不见到身边有信了耶稣的人 其他弟兄姊妹 你有责任 无论今天你是一个什么的状态 无论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多不好 耶稣的要求是一样的 主的心意是 请你来牧养其他弟兄姊妹 你觉得你不行吗 耶稣说要做的 我们需要彼此来建立 这个不是今年的主题 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 你愿意吗 来跟从主 借用张牧师说一句 今天时间长了 不然要继续 好 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真的一定要来到他唱 对主的爱 你会怎么来到他回应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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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我们能够真是按着你自己的心意来回应你 主啊,是呀,你知道我爱你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幸福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上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圆 阿们,请坐 现在恩福加信的时间 首先代表教会欢迎 在我左手边这边 有没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如果有的请你起立我们来到欢迎你 OK,好,是不是? 在我右手边呢? 我看到也是没有了 Happy Easter 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复活节 记住,我今天出席实体聚会的 我们在门口那边就会有一份快速测试的套装 测试,测试你有没有信耶稣 测试测试我们有没有感染 派完即止的 我们在教会跟随政府的指引 虽然在出入场所不用戴口罩 但是我们也是尊重大家的选择 我们在9年20分实体在这个大运动场上有聚会 最重要是我们走在地址里面 如果主要学你想回到 主要学我们仍然在网上 如果是小组你想回到教会 来到聚会就请跟Quinico高太来联络 我们今天整天主要学是照常的 10点45分就在这里 W25,我相信生命更精彩 和网上同时举行 有灵修班,摩西五经和比德前书11点半 2点钟,今天没有掌测试班 2点钟有测试班 KLS儿童的主日聚会 今天就按时间,按年龄就去参加 儿童团契我们零到五岁 星期三十点半到十一点 六到十二岁就星期六十一点到十二点半 教会祈祷会 礼拜日早上八点四十五分 礼拜二的晚上七点半 欢迎丁姐妹来参加 接下来这个礼拜四 有一个讲座,机不可失 就讲到如果因为我们坐得久 或者是缺乏运动 我们流失了肌肉,我们都不知道的 你想知多些这些情况 就请密室良机 如果你要知道报名的连结 就可以问你们的组长 或者牧者,他们都可以给到你的 欣福暑期夏令营2至6年班 在7月4日到8月26日举行 报名就是www.gcsny.ca 因为疫情的限制虽然放宽了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感染 所以我们要小心 出入最好都是自己打口罩 回家就勤洗手 如果我们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可以留在家里,不要出去 如果你真的有感染 你可以通知祖长或教会知道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祖告里面支援你们 圆主赐福大家 密土之后,散会 请不吝点赞 我从来自赖福大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